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反败为胜的自我定位数 什么叫反败为胜呢 就是本来是我们的缺点 本来是我们的劣势 但是你居然可以透过这个劣势 让你反败为胜 这个就是定位发挥的力量 我想如果连你的劣势 都可以变成你的优势的话 更何况是现在你本来就有的优势 你是不是更容易能够怎样 让它更强 现在要介绍的第一位 就是刘明先生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广播 他早期曾经在景广担任节目主持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开车 都会听到他的声音 他在1994年的时候 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现在是临华教育基金会的执行长 他自我介绍有一句话 他怎么讲呢 他说他是台湾第一位 轮移广播人兼演说家 各位他定位非常清楚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 广播人 因为他在主持广播节目 但是问题是这一种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太多了 有多少合法的电台 又有多少地下电台 又有多少时段的节目主持人 就是上千上万个人 是不是这样定位就没有怎样 没有什么特色了 但是广播人又有在演说的又有几位 是不是就少了一点了 又有在广播 又有办法对大众演讲的能力的人 又少了一点 不过还是不少人 他又缩小这个定位 在哪个定位呢 他说他是台湾第一位什么 轮椅广播人 他做轮椅的 为什么 因为他四岁的时候就小了麻痹 他注定这辈子站不起来 他一辈子做轮椅 他说呢 以往我害怕让人家看见 现在却希望别人多看我一眼 他小了麻痹 因为人家看他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好像人家轻视他 他会很不自在 他很害怕让人家看见 但是自从他定位成台湾第一位 轮椅广播人间演说家的时候 他却希望别人多看他一眼 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他一眼的时候 他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 他是台湾第一位 轮椅广播人间演说家 他说呢 发掘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 是建立品牌的第一步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对自己做个了解 上帝造人很公平 有好的又坏的 每个人绝对都是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的 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那一点找到 然后怎样 这是不够的 因为他还不够专业 你要再把那一点找到 把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再更专业 所以刘明找到以后 他就更详细 练习他演讲的内容 让他广播的节目 主持得更好 所以他在这个定位上面 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当然 他在这个领域成功以后 他就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那他因为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对于这个社会有更大的使命 所以他又召集了一群人 他组成了混账众议团 他当团长 各位知道什么叫做混账众议团吗 讲得好 混合各种账别的人士 什么叫混合各种账别呢 因为有人眼睛看不到 有人耳朵听不到 有人没办法走 有人没有手 有人没有脚 所以各位 这些弱势团体 以前在社会上让人家怎么 不重视 觉得你们是没有用的人 但是他有了这个定位以后 把这些会才艺表演的混账人士 聚合起来 他们有时候到监狱去表演 那些兽型人看得非常感动 他说我们有手有脚 你们没手没脚 还对生命这样的热爱 大家都因为这样的感动 他可能改过自新 他们很多公司的尾牙 请他们去表演 公司的同仁 看到这样的表演很感动 说谢谢公司给他们 一个那么好的环境 他们要为公司做更好的效力 他们的生命故事改变了更多人 所以各位 混账综艺团 他们还出一本书 叫什么 混账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因为他的定位 让他有了很好的知名度 现在你如果要安排 混账综艺团到你们公司去 这个表演的话 请提早 为什么 现在很热门 这个就是定位决定地位 所以这个就是定位的力量 有没有 是不是反败为胜的定位数 我们给热爱生命的流民的 混账综艺团一个掌声好吗 反败为胜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口级 请问在座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有口级的现象 有口级的人 有没有办法做好业务 认为有的请举手 各位 你才听我演讲不到两个小时 都被我洗脑了 好像要很弱才会变很强 各位 口级是不是一个缺点 你做业务的人 讲话讲得不清不楚 是不是一个弱势 但是我发现 我是讲师有没有 我们有一群背后的业务团队 在帮讲师卖演讲的CD 卖演讲CD 我们团队里面 有一个人 好厉害 居然每一周都残联销售冠军 不过他居然是一个口级 很严重的人 各位知道他怎么卖的吗 用什么 用血的 用血的也是一个方式 他这样 不过他还是用讲的 因为反败为胜 我从这个地方跌倒 我要从这个地方什么 爬起来 他说 这位小姐 你是要听我把她讲完 还是自己买一遍回家听 各位 当然是直接跟你买比较快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我多少全部包起来 所以各位 但是这是一个笑话 不过各位想想 口级的人 虽然讲话那么喊白 他相对给人家一个什么的印象 很诚恳 很老实 不会骗人的印象 所以各位 优点 有人有办法优点变成缺点 但是听了阿宝哥的演讲 要什么 缺点还要变成什么 优点 好 再举一个例子 照相技术不好的人 有没有可能变成摄影达人 来 认为有的请举手 真的 越举越多人 奇怪 可能都被我洗脑了 到仿拜为圣 如果有一个人 照相机的什么 一些技术都不知道 观念拍照的一些技术都不知道 比方像我一样 什么光圈 快门 到底哪个调的大 什么近光会比较亮 有没有 那些如果不清楚的 你怎么变成摄影达人 要怎么变 从拍朦胧美 不过现在都是那个 自动傻瓜相机 你要朦胧美也不简单 除非你模式要调对 对不对 好 你明明就是照相技术不好 怎么照都照得不好看 不是很有特色 你怎么变成摄影达人 从定位可以改善 各位 在你眼前就有一位摄影达人 请问是谁 大声一点好吗 阿宝哥 为什么 因为我从我的定位切入 我就是那个光圈的快门 到现在有没有 照了五万张相片 还搞不清楚的人 还好现在的科技很好 我买那个什么 数位的傻瓜相机 反正只要会按就可以了 我虽然没有办法 照最美最漂亮的 但是我可以照的什么 上网整理最快的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专长是 什么电脑程式设计师 我的背景 可以让我整理照片很快 像我今天如果照一百张照片 一百张照片回去要上网 我一定先怎样 把照的不好的一百张的 杀掉可能五张十张 然后把最后大合照 一定要摆掉最前面 对不对 然后还有 档案的命名很重要 我把那个档案改成年月日 还有今天是什么 室友放上来 然后后面加流水号 然后把它做成 网页的格式上网 一百张上网 我因为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重复做 我只要五分钟 一百张五分钟 两百张不用十分钟 两百张大概九分钟 三百张也不用十五分钟 三百张大概十二分钟 就可以搞定 各位 我就是因为这样累积 我的照片里面 有五万张的照片资料库 所以 我是不是一个摄影达人 是 而且我的网站很多人还上去看 因为要看自己的照片 有没有道理 所以定位可以让你脱颖而出 我刚才是讲 阿宝哥的角度是从 我是一个从什么角度切入 从我是一个数位能力很强的人切入 但是你如果数位能力不强 你的拍照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你照美女都照得很漂亮 如果你照美女 你要成立一个网站 怎么让你的 因为定位的关系 让你的网站人潮很多 请问你要怎么定位 如果是美女 施正龙先生讲过一句话 他说怎样 切割一块小区域 美女这个区域大不大 很大 因为地球上就两种人 不是男生就是女生 对不对 已经切一半了 还是很大 女生又分两种 一种是什么 丑跟美 好 他已经切了四分之一了 这一块太大了 所以各位能不能把美女再往下切 切到一个小区域 你只要在那个小区域领先 你就赢了 没错 你讲年龄 所以我今天要拍的美女 是20岁到30岁 刚才有一位叫我阿宝哥的 你就没有机会被我拍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42岁了 所以我只拍20岁到30岁的美女 但这一种年龄层的人还太多 我能不能切割 我还在怎么切割 美腿 掌声鼓励一下 他说美腿 要怎样 腿长得很细很漂亮的 但是我今天不从美腿切 我从笑容切 我拍的照片呢 虽然她是美女 不过她是很冷酷的 很冷酷的那种美 我不拍 我是拍起来一定要有笑容的 没笑容的我就不拍 但是问题有笑容的美女 还是太多 怎么办 再往下切 笑起来有酒窝的美女 笑起来很漂亮 但是没有酒窝 我不拍 我只拍有酒窝的 但是有酒窝的人还是蛮多的 怎么办 再往下 还有什么 有梨窝 那又更专业 我是怎样 在定位 两边脸颊都有酒窝的美女 各位她如果笑很漂亮 但是有一边有酒窝 这边没有我也不拍 我两边都要拍 还能不能再切 大家还可以 要怎么切 眼睛要 要双眼皮的 还要什么 眼睛要大的才拍 还要什么 睫毛 一定要有假睫毛的 OK 还要什么 你看各位现在都越来越厉害 越会切了 对不对 好 各位 我们还可以从各种角度 像我就从什么 会讲三国语言的酒窝美女 你如果只会讲台语 国语 台湾国语 那就不拍 我一定要三个不同国家的语言 才可以 所以你如果 切到那么细 你就可以在那个小小的领域 脱颖而出 你就变成那个领域的品牌达人 有知名度人 所以各位 切割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还不能切 住台北的可不可以切 住高雄的可不可以 如果住高雄的很多 你可不可以再切成高雄 林雅区的人 那善用定位优势 贡献你的贵人 当我们有定位了以后 他一定可以产生一个优势 其他人完全没有办法 比你独特的优势 记得 当你可以贡献人家的时候 要想办法贡献 那我们怎么贡献贵人 我举一个例子 我人生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贵人 就是这一位 林奇国先生 祝你生